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信用 因為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那些時候可不可以 就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來到農曆七月節 上星或者太陽天蠍座 的雲勢自身整體 非常之靚的 OK 全部都源於 至於你們的工作事業 成就是很強的 又或者 如果不是打工的話 可能是你創業 但是打工的話 可能你會升職 或者你有一些 新的項目給你去管 職權責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 又或者 我當有些天蠍座的朋友 本身可能已經退了休 但是現在有東山再起 重新復出 又或者你可能很久都沒有做事 我當你是家庭主婦 但是無端端 就會去 投心這個 就是叫什麼 這個勞動人口 無論是好原因 或者是壞原因 我當你純粹是幫朋友 要去幫他做些事 或者可能你 真的富頭很緊 要出去賺錢 OK 但是 這個 這個轉變 都一定是好事來的 如果真的會有壞事 只是以下這一樣 就是說 因為這個工作事業的變動 就會損害了你和家庭裏面的人的關係 尤其是你的親密伴侶 所以 很明顯的 我當你本身 如果你回一份很客氣的工作 然後 你又可以處理到家庭的事務 你的伴侶是會贊助的 這個也是你們本身的 status quo 但是忽然之間 咦 你升職加人工 你多了責任 那你就沒有空閒時間 去管家庭的事情 不能煮飯給你的伴侶吃 可能他會有少少詐刑 是不是 會有這些 少少的壓力 但是其實 坦白說 是不是會出到很嚴重很嚴重的事呢 我又不覺得的 其實他也可能會鼓勵你 而且也會給你一些掌聲 又不會說 因為這樣就生氣到要跟你離婚 這樣那麼恐怖 是的 又或者 就算你創業的話 當然一開始會忙的 他也會有少少不適應的 但是這些是人之常情 你們每人退一步就海闊天空了 但是 更加值得慶幸的是什麼呢 這裡我真的很替你們高興 因為 這一個 工作事業形態的轉變 你們會吸到朋友回來 OK 雖然我們一般說 商場如戰場 上班不是為了結識朋友 尤其是現在這個風口浪尖 你忽然之間做了老闆 或者你 拿了拳 然後忽然之間 嘩 如果有些人 黏在你們那裏 黏在你們那裏 和你們去 表白心跡 去 befriend 你們 根據天蠍狀 你們一般這些是 好 叫做 比較negative的性格 對人類 對人類是 普遍的懷疑 甚至是一種懸恨 甚至是一種懸恨 你們一定會想 哇 這傢伙 無事顯欣勤 非奸即盜 我想說 你們一定是這樣想的 我肯定你們是天蠍座 天蠍座 我真的批頭 下來等一等給你們坐 天蠍座 你們本身就是一個這麼懸惑性格的人 尤其是你們現在得到一些有少少的成就 然後真是 當別人黏著你 你100% 10% 是想別人不好 但我現在就告訴你 不是啦 真是好東西來的 真是可以認識到朋友 甚至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趁這個風口浪尖 他們就走來去befriend 你 又或者這樣說 天蠍我們也同時說 你們一般是私隱性很高 常常不想被人見到 但是現在你們推到 推到你們人生一個高位 或者不要說到人生那麼厲害 你們去到一個事業工作上的高位 你被人見到 那就是因為你終於被人見到 那別人就很正常走來befriend 你 所以拜託你們不要那麼高的防備 那麼高的戒心 恭喜你們啦 終於可以認識到朋友 拜託你們不要再這麼接 隨著你們事業工作的這個往上游的變動 終於有人見到你們的存在 所以會走來跟你做朋友的 尤其是 如果 你們是女性的話 就會認識女性的朋友 那就是會有一些好的閨密 那 而 這個 朋友呢 很大機會 會是以下的這些星座的 聽著 處女 或者是天平座 那 處女或者是天平座 那如果身邊認識到 尤其是因為如果你們工作事業上的變動 而 握闊了你們的生活圈子 那這些朋友你是可以真而重之 他都真的可以跟你維持比較長久的友誼關係 OK 這個時候呢 我忽然之間 想起 我最近一個客人 OK 我知道他是添結了 然後他就說 他做了很多年家庭主婦 然後 忽然之間 就走出來 就去做少少收銀 OK 但他 我就不知道他是因為 純粹怕悶 還是可能真的是經濟的原因 Anyways 他就說去做少收銀 OK 我記得那時占卜 是說過 即是他會多了跟別人去聊天 是的 那忽然之間 我想起這件事 我覺得 咦 整件事很合適 因為 當一個人做了這麼多年家庭主婦 其實他那個圈子是非常小的 是不是 一定是圍繞家人 那 就算朋友 都可能以前的舊同學 不知誰誰鄰居 舊同事 但是 現在終於重頭社會的懷抱 然後 那時候我那個占卜 我記得他 我看到他會跟別人多聊天 是的 在此 如果你有聽這個新聞的話 我相信 你會知道自己是誰 我覺得你 對 不單止跟別人聊天 甚至是聊聊聊 聊了朋友回來 那我在這兒 真的很恭喜你 S小姐 S小姐 好 S女士 真的在這兒 等你們很高興 接下來祝你們 Have fun OK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b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才彈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新聞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象 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系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 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 去分享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啦